我們就完成,各位可以看到了 其實最後把這三個按鈕完成 那今天重點大概就是這樣 那第一個的話呢 其實我們後面希望就是說 可以把那個爬取下來的資料 快速做成對應的那個視覺化圖表 那所以一直到期末 可能我們重點會擺在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把它變成圖形化 視覺化 讓人家很方便去 這個 這個閱讀 然後呢,另外的話,如果爬取資料 OK 那所以我們前面有一個爬取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像這個資料做成直條圖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寫好一個 我先demo給大家看,按下它 直條圖產生 那包含就是上面的那個什麼呢 Title名稱也變更 那裡面的話把直條圖資料抓過來 那其實主要這個直條圖比較簡單 主要就是說你要跟他講說 你要什麼圖 第二個的話告訴他說你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 那主要是跟他講說 從B3到C9這個範圍 然後把資料倒過來就可以了 OK,第一個直條圖的繪製 第二個的話就圓形圖 然後把它繪製到這裡 OK,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就剛剛講的 那可能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圓形圖 相對這個直條圖 有兩個地方比較麻煩 第一個地方就是加資料標籤 而且要裝點外側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必須把什麼 我覺得區塊最大的這個部分把它炸開來 這兩個可能相對於那個直條圖 會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程式也會比較多一些些 另外的話還有哪一些 包括就是說上面的那個title的名稱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字的大小可能改一下 再來就是說本來有圖力有沒有 圖力是放在下面吧 還是放哪裡 把圖力取消掉 因為我不需要圖力 因為這樣就已經夠清楚了 最後呢再增加一個按鈕就是刪除圖 把這兩個刪掉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那個重點 就是擺在那個怎麼樣呈現 假設你有資料了 OK,那我希望把它變成 一個視覺化的結果輸出 大概是這樣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直條圖 直條圖剛剛講了 如果你不會寫這個程式的話 有幾個方法 包含就是錄字劇集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錄下來的東西 那個動作我就不錄字了 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錄下來的這個結果 其實這個程式稍微相對比較混亂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可能你們錄下來的結果 跟我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頁這邊 看到應該是類似的 就類似像這樣 我是先錄製的說 給它一個名稱 叫直條圖底線劇集 那你會發現 其實基本上錄下來的程式就是 底下這些區塊 那跟各位講 可能比較重要的 不過你們看那個程式 可能會稍微吃力一點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裡面的話呢 有幾個物件是比較特別的 包含就是什麼呢 這Active Shoot Active Shoot 其實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指的就是說 目前的我們這個工作表 就這個啦 工作表1啦 OK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要畫一個什麼 畫一個這個圖表的話 它必須要有一個叫做 Sharp的物件 這個Sharp的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叫 AddCharp 後面有一個編號叫2 那如果說 假設是舊版的 可能就是2的話 在2007以前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還用 應該沒有人在用 2007以前的版本 那就是 不能用什麼 不能用 AddCharp2 OK 如果你用新的版本 或人家 舊的環境下 會出錯 那基本上 上面其實錄製啦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下 錄製的結果 雖然可以參考 可是裡面有些東西 其實非常的不好用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它裡面的位置 假設你這個圖要放哪裡 比如說我今天是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乾脆就直接來 自己寫算了 那至於 如果假設你有些地方不太熟 沒關係 你可以拿我雲端上面的 這個版本 哪個版本 你可以往下修改 這個修改之後的 簡化之後的版本 那底下的話 修改部分你會發現 原來是這樣子 一大堆的 但是我把不需要的拿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比較精簡的一個版本 就是底下修改 那至於修改哪些地方 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一樣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 Add a Chart Tool 的這個方法 那底下的話 其實它後面會有接 總共有六個參數 我看一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六個 三個參數 後面加一個點 slate 重點就是 前面兩個參數 這兩個是指的是直條圖的形態 所以這兩個是固定的 然後呢 這個的話指的是說 你這個圖 將來要放在哪個座標 那我放在 比如說 我希望它放在那個 哪個位置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 一二的這個位置上面 那比如說以這個點 將來你就幫我把這個圖的這一點 直接就放在這一點上面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敘述方法 就是你跟它講說 我放在那個 可以說 Turnge Range 1 2 這個是Axel的座標 Labs 指的是這個 點的左邊 左邊的位置 所以將來 1 2 它會抓到這條線 所以它會抓到左邊這裡 另外的話,Tub指的是上面 所以基本上它會把這個圖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後面第三跟第四是它的位置放哪裡 放在這一點 再來的話,底下還有兩個參數 300跟200指的是什麼? 300是寬 也就是說我將來要輸出的話 這個是寬300 高的話200 當然以後如果你覺得 老師我這個高不夠高 我希望它高一點可不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變更 後面那個200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改300 然後我示範 輸出我看一下 這個結果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的話呢 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 假設我的位置 改成這個 這個 這個是 這兩個 是 哪一種圖的類型 201 跟直條圖 這兩個是直條圖 然後它的位置 就是它的 12的Lapt 跟12的Top 然後呢 寬跟高各是 300跟200 OK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直行 給各位看一下 12 這邊拉過來一點點 好了 對齊這一條 然後直行 你會發現 它放過來的位置 就會剛好在12的儲存格 然後寬剛好是300 高剛好是200 那如果你希望它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那個數字變更一下 哪個數字 這邊 這個數字變一下 這邊改300 就可以了 OK 那你改300的話 執行 你會發現它變長了一點點 OK 那數字是可以變動 其他大概就是 總共這幾個參數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其他就是像 所謂的Data Source 這個Sense Source Data 它的資料來源 那因為我資料是從B2 B2一直到哪裡 到C9 所以這個範圍給它 這個範圍 那當然將來這個範圍 如果變動的話 你就把這個範圍變動一下 那圖也會跟著變動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Chat Title Chat的標題名稱 給它一下 它就會自動呢 把這個標題名稱 幫你把它加上去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把這個 各分店的頁期 有沒有 放在這裡 那字的大小 我這邊 這個是12啦 假設你覺得12 字太小 18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再把它執行一下 你不然字變大了 有沒有OK 然後其他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字的顏色 不會變成別的顏色 可以啊 先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 底下的話 可以把它Ctrl 在底下 可以再改一下 既然有Fone Size的話 我想應該有什麼 應該有Fone的什麼 你會幫你點一下 這邊就有什麼 Fone Color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紅色的話呢 你就給它一個RGB 刮弧 RGB就三原色嘛 那你就給什麼 255 假設紅色好了 其他沒有 那你就0 0這樣就可以了 後刮弧 這樣的話把它執行 這樣的話呢 就會 得到直條圖 OK 所以喔 我們其實是 可以從錄製劇期 再修改過來的 所以這個 當然在雲端 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剛剛改的 所以其實這兩個參數 你也可以用這個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就是 它的位置 左邊在哪裡 哪個位置 然後呢 上面的座標在哪裡 一個是水平 一個是垂直 那再來的話 有關 圓形圖 就比較麻煩了 圓形圖的話當然 這個 你也可以用錄製的 不過你會發現 錄下來的部分 還是建議 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 是 產生圓形圖 資料標籤 你可以另外再錄製 因為資料標籤是這一塊 最後的話把它炸開 最後的話 我把它合成一段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分三段錄製 然後呢 錄下來之後 最後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 其實 在城市裡面 很多地方都會有 它一樣的地方 比如像這邊 我特別強調 在城市裡面 你會發現 它開頭是 那其實這個 物件名稱 如果一直重複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用 用Vis 所以 前面好像有同學 應該會特別 覺得說 老師為什麼有些地方 用Vis 假如說 你物件名稱 一直不斷重複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物件名稱 放在 Vis的後面 那以後底下 你就用點開頭就可以了 那點前面 就自動會幫你 把那個物件名稱 加上Vis 所以簡化 當然你不這樣做 可不可以啊 只是說 城市看起來相對的 會比較 冗長一些些 那其他的話 我們就把什麼 產生圓形圖 然後 資料標籤加上去 所以資料標籤先錄下來 這個是 也是錄下來做修改的 然後並且把它炸開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title 字的話也是18 那底色的話 就是把它加上什麼 加上 也是用紅色 RGB 25500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 要不要圖力 這個圖力的話 它這邊就有個屬性 叫做Legion HasLegion 就是要不要 旁邊那個圖力 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把它等於False 就把它關掉的意思 OK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話 像剛剛講到的 錄製完 我是按照三個步驟錄製 然後全部把它拼湊在一起 那最後得到的結果 當然這邊其實也修改 也可以修改 改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這個是它的位置 這個是 左邊的水平的方向 然後這個是右邊 當然你也可以用數字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用位置 比如說我這邊執行的話 我看一下我這邊這個是用什麼方式 我這邊是用500跟10 所以算下來500跟10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500跟10 500大概到這裡 那你想說500大概多少 其實它有點像是像素 從這邊到這邊500個像素 那高的話這邊到這邊是10 可是用這個方法比較有風險 為什麼 因為這個變成說 將來的話你還要換算 所以另外假如說你要剛剛好位置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乾脆什麼 放在那個K 乾脆什麼 K2的位置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變更 假如說你不要固定位置的話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剛剛一樣的方法 你用Range 那哪個儲存格呢 K2 K2的儲存格 左邊這條線 K2在哪裡 K2在這裡 K藍的第二 左邊這條線的話叫點Labs 上面這條線呢 叫做Top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點下去之後 給它一個什麼 點Labs 左邊那一條線 然後呢 第三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用 也是用Range 點Top Top的上面那條線 點Top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如果把這個 兩個位置做變動的話 那你會發現執行的位置 看一下 它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 我看一下 是不是參數 它漏掉的 這邊 這個要刪掉 多一個這個 剛剛的10 那 寬的話300 高的話200 我看一下 乾脆這裡把它改300 300 直行 OK 300 這個按鈕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OK 這樣的話呢 就 那最後的話當然 我會希望說 除了說可以加直條圖 可以加圓形圖之外 這樣就做出來 感覺其實還蠻漂亮 那如果說你想要剛剛好 讓兩個圖疊在一起 OK 甚至 你將來希望 可以放不只兩張圖 可能四張 八張 一堆圖都沒關係 那這個就有點像現在很流行 叫Dashboard 像Power BI裡面就是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列出你要看到的結果 有沒有 至少你會比看這個表格 我想應該來個直覺 而且可以看每個月的 每季的 每年的 那再去做分析 你會發現很快可以做個決策 而且這個決策相對 也比較不容易做錯決策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那怎麼刪 最後的話刪除 就 這個把它執行給大家 刪除圖的話 總共呢 也是只有三行程式而已 首先的話呢 我這邊刪除圖 就是先判斷什麼 ActiveShoot 目前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我 後面有一個叫 Char Object Char Objects 就是說 這個圖裡面 這個 工作表裡面 你幫我找找看 Char Char的顧名思義 就是那個圖表 Object 就物件 圖表物件裡面 有沒有大於0 意思是說 假如說 它沒有大於0 比如說 剛好0 那就跳過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超過 一個以上的圖的話 那幫我把裡面 所有的這個 Char Object 通通刪掉的話 那就只要怎麼 點Delete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們利用 這樣子三行程式 就可以把 我們要刪除的圖 全部刪光光 所以最後做出來 類似像講這樣 這個好像300 300 然後這個是 也是300 300 那位置的話 剛好就放在 E2 的Labs 跟Top 跟K2 的Labs 跟Top 如果要刪掉的話 就先判斷說 這裡面是不是大於0 如果是的話 就幫我把這些給刪掉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練習的話 你們就試著把它做做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拿這個練習 我們要來做 跟這個網路爬蟲結合 也就是說 我最後 最終是希望呢 可以一邊爬資料 然後一邊又可以 快速繪製圖表 然後呢 你當然可以 針對這個資料去做判斷 你看到這個資料 有沒有能夠得到什麼樣的結論 另外的話 也請各位 也類似像其中的這個作業 類似 就是說 去找找看 你有興趣的相關的Data 然後呢 想想看 假設這個Data 你在還沒有做這些事情之前 你是不是有一個 預想說到底 比如說呢 這個什麼 舉例 比如說台鐵最近又常出狀況 那到底台鐵呢 每年的事故人數 死亡跟傷害人數 是越來越多還是越少 好像新聞媒體是報越多 對不對 感覺好像很嚴重 但是否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邊設計一套什麼呢 爬蟲系統 這個爬蟲的話 就可以快速的把交通部 公開在網路上的資料爬下來 然後快速的繪製成 對應的圖表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也該怎麼做 OK 請各位也許先熟悉一下吧 最常用到的是直條圖 跟圓形圖 那另外呢 如果沒有講到的像什麼 折線圖 或者什麼其他的像什麼 散步圖啊 或者是說 其他的什麼 相關的圖啊 你們也可以試著 用路日聚齊的方式 練習看看 後面其實都會 再試著 再試著 OK 那這個作業 暫時先不要交 好了 OK 那